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面面色也这么好 我倒有个好奇的问题 像您这样的学者 您本来是化学家 您觉得有人说像六十几岁的人 其实正是智慧和经验 什么大到最巅峰 什么进入化境的时候 你有这个认同感吗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人的生理年龄 和真正的生物年龄 和工作年龄不完全是一回事 所以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 怎么样让人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 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我认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制度设计上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看现在这制度设计 就在这传出一个消息 退休 说退休年龄往后延 所以你看我们多么不了解民情 我也是原来像您这么想 我因为我听过很多老学者 都是老作家 都是说我八十岁 我也很有经历 应该延长 但是很多人反对 就说你把这个退休年龄往后延的话 然后弄的这个国家这个部委赶快出来解释 说现在正处于研究阶段 我们真要这么干的话 一定会征求大家意见 因为这里面有个背景 就有人就说呀 说你现在研究要把退休年龄往后延长 是为了填补你这个养老金 对 巨大的缺口 这最近有个惊人的数字 说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统计数字 对 就二到2013年 中国的养老金会有18.3万亿元的缺口 付不出啊 这怎么可能呢 他是他他统计口径不一样 就是资产负债表 他是根据大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来的 就加上养老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资产的这一块缺口 有18.3万亿 这个是最最大类的这么一个分法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说是过几年 现在缺口有7万亿8万亿 这是可以想象的 就直接的缺口是多少 像每年我们这个直接的 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账户 我们交的养老金 然后挪到公家的账户上了 然后我们个人账户就没钱了 然后这个缺口 每年大概公务员这 政府就要有这个1000多亿 这样的一个规模 然后在其他的大概是 我觉得几千亿的规模是有的 就是说没他说的这么吓人 但是这风险越来越大 但你要知道文涛不能一刀切 像这个温教授他们家 有长寿基金 对不对 然后他父母金 多多多四十九十九十三 很健康 对 然后他自己又年富力强 然后又有经验 他可以发挥预约 他可以干到八十岁九十岁 对不对 一般人啊 你说比如说一般的公务员 一杯茶 一杯那个 然后我还嫌他 他现在干活 我都嫌他 对吧 浪费资源的 我把他早点退 少拿点钱 早点退 让你回家去再说 所以确实是不能一刀切 不能一刀切 你说公务员啊 全都一刀切 让他们这个延后五年退休的话 那不知道多增加多少钱 我跟你说 那是完了蛋了 可是你让他们 要是早退休呢 不是现在 你要有个 当年爱国民主人士 黄延培的儿子 对 是政协委员 他就是年年 他就说 这个人挺主持正义 说年年要提一个提案 就是企业职工 这个养老金偏低 就是长期存在一个不公平的 叫双轨制 对 就是所谓 你一个处长 你平常一分钱都不用交 结果你退休之后 你拿的钱 比企业里的一个高级工程师 都要多得多 所以他们就说两个高工 比不上一个机关勤杂工 对 退休金 所以这就不合理 所以我认为养老金 全放三倍 养老金是个管理问题 包括养老金本身的管理 对 你如果说 如果不付出了 就说明养老金管理上 就存在着问题 包括养老金的收取 养老金的投资和增值 我们这里有不仅合理 正像你想的什么 什么公务员啊 和企业啊等等 所以怎么样能够把它调得 更加合理一点 我认为是这个问题更大 另外呢 你如果养老退休年龄延长 你首先挡了年轻人上去的路啊 你把官位全给拔住了 这个人家最可怕的 对吧 没错没错 包括有些教授也是 你年龄大了以后 你把位置拔住了 是不利于新陈代谢的 你教授往前 人家国外80岁的教授 这样可以做研究 但他不占编制了 对 他就退休以后了 他人到实验室 他有他的位置 像我这样也可以 完全可以这样 我现在也不拿国家的钱 我还不为国家交税呢 对吧 你还是公司当顾问 对啊 所以温教授这样 干到80岁90岁 也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换一个 所以我在想 我们现在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 过去之后 你发觉几个铁塔守门 铁将军把门 然后你都过不去了 那年轻人要抱怨 你也没有注意到 我感到我们几十年来 政策设计上 有一个最大的弊端之一 北京城设计一个数字 全国都要一律执行 有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房地产什么 70%什么 你这个上海的房地产 和这个哈石的房地产 能比吗 能同样有一个数字来比吗 对不对 所以包括退休也是这样 包括工资水平也是这样 包括最低的保障金也是这样 我们中国是一个复杂性非常大 而且不平衡非常严重 是 所以我们要给地方受更大的拳 我们的这个养老金 不是双轨制吗 对 就是一般的公务员跟事业单位 尤其公务员这一块 基本上是企业职工的三倍 而且更加不公平的是 公务员就是 我这个现在干活 我没有退休 我根本不用交钱 对 他们现在还要 企业还要交钱 企业从每个月工资里要 对 企业要交钱 个人也要交钱 交了钱之后 我还比你低的多 那你说我多不平衡 我们那个其实啊 这个一早就有 58年之前 中国就是双轨制 那时候的官员跟一般的人 就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官员就多 为什么当时这个 我们以前双轨制 你说49年前 我们的双轨制表现成什么地方呢 官员多吃一只鸡 你可以多为革命多工作 对不对 也没有别的给你了 然后等到49年之后 有钱了之后呢 多给你养老金 你是公家人嘛 对不对 我要多给你养老金 58年双轨并单轨了 当时是周总理的一个工作报告 双轨并单轨 为什么要并呢 实在发不出钱来了 放开肚子大吃 然后实在没钱了 他变成单轨了 单轨了之后 到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 又开始慢慢的变双轨了 为什么变双轨呢 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 慢慢又有钱了 然后呢 有了钱之后 他发觉 哎呀 这些老干部 就是刚才温教授说的 这么多老干部在那儿 把门把着 年轻干部怎么办 我赎买 我爷 我给你钱 你先让到一边 然后呢 我这个 我让你养老 好好的养老 然后这边你把位置给年轻人 年轻人有学会 所以说年轻化 专业化 当时叫做 后来呢 就越来越固化了 你发觉当一个体制形成之后 肯定伟大不掉 就是你发觉到最后 你包括事业单位 我们要改革 07年所改革 改到现在了 根本改不掉 你说事业单位一改革 大学教授首先就叫起了 你歧视知识分子 凭什么公务员不改 先改我们 绝对不行 那么这边事业单位动不了 公务员就更动不了 公务员不动 事业单位盯着 你公务员不动 我事业单位 我同样不动 所以现在铁板一块 难得不得了 所以为什么讲下一阶段 这个收入分配改革 如果这样下去 欧洲就是中国的潜见了 欧洲把福利主义给害死掉了 就是政府开支太大了 所以政府要紧缩 都要使游行 都要抗议 所以这就是中国要吸取的教训 而且有的时候 我觉得你看 比如说一个电影 会给你很大的影响 你比如我就看这个陶姐 就是这个 这个许安华拍的 这个陶姐之后 他电影有感染力 你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你当时你会有一个想法 就觉得这个老人 给他们多少钱 我觉得我都同意 就是说你知道吗 就会 你就会觉得老人 这个可怜 而且你像我父母 就是工厂里的 我就知道 他们算是高级工程师 拿的那个退休养老金 我跟你说是单凭他们自己 是很难生活下去 当然 你说这个 你说同样是知识分子 如果你父母当时在大学里 或者在医院里 情况就要好得多得多 因为那个是视野单位 对不对 汉老宝收 你在企业里 你也是高工 但是这个 你就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 是啊 这个幸亏越有越 所以收入不公平的地方 要国家要加快调整 不调整的这个社会性的矛盾 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有可能 刚才说像欧洲 这个福利主义 我们有可能比欧洲更糟糕 人家欧洲好歹 还有点本钱在玩 有老本可吃 对对 有老本可吃 对对 祖先留下来的 上两代赚了钱了 留下来一些老本 你吃一吃 吃到现在也破产了 我们现在本都没有 本钱都没有 对 你就想做福利主义 就想翻回本来 你怎么翻本 不可能的 福利主义 还不是多数人的福利主义 就是小说 咱们吃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用极枝水 配软酒精 年份端将 与景共酒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说起养老金这事啊 还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吓到人一片 说是可以拿中国这么多的养老金上市 要不然让他升值 为什么很多人吓到呢 当然因为养老金上市 看你什么点上 六千点上 现在变成两千点了 怎么办 养老金不就溃到三分之二了 像温老师在美国 你最清楚了 当时美国401K计划 对不对 什么股市在上涨的时候 所有的美国工人阶级 心里那个开心啊 看到这一账户日新月异 但是08年 你想想看 一来的话 所有的账户 哗一下大手水 这我不懂啊 我从这常人的伦理上分析 可以去上市 挣了钱算我们的 输了应该是政府 这个不可能 因为养老金 他本身是一个专用账户嘛 所以严格说 养老金炒股是可怕的 尽管现在股市不好 希望养老金入市来拖 但是养老金不应该做风险投资的 尤其中国的股市可是高风险 养老金是应该做保险投资的 还有什么社保这种钱 社保也就包括养老金在内了 社保也包括 其他国家 有没有国家说是拿这个钱 他又能钱生钱 帮着人民提供 他就是说当然就是养老 包括社保基金的投资会偏稳健一点 就是他也有炒股的 比如少量的炒股还是可以 总之来讲叫风险管理 我们也该说来 这个国家整个的各方面的资金管理的 风险管理是非常弱的 我们现在那个养老金 比如说社保金这一块 那么多钱 然后那个钱呢 他每年的这个社保基金还好 我们现在养老金这部分的钱 每年的收益大概就百分之1点几百分之2 跑不平通胀的 你就看着养老金 在那那么多钱花花每年锁水 所以大家就特别着急 就希望能够增值保值 然后说到股市里面去的 但是中国学的问题是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保证赚钱 你说是不是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你说你给我一个账号 我什么样的资金 我放进去百分之10 没有任何东西 只有一样东西能赚钱的 也就是说你的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这时候能赚钱 你比如说像社保金 他说这个收益多少 社保金收益很高 那他为什么赚钱呢 是因为只要是国企上市 他百分之10就滑波给社保 对 这是你的股权 你的百分之10就是我的 一上市之后 你进产原来是一块钱每股 然后现在变成10块钱 也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那我就赚钱了 我这个收益就很高 但是社保金赚钱了 关键问题是其他人全都亏钱了 对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个问题 国家财政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大关 各方面的养老机的基金啊什么 都是数量越来越近人 所以怎么样这个理这个财是个大问题 怎么样让所有的财富更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怎么样鼓励创造财富 这是核心啊 30多年来中国的生产力就是创造财富 创业 所以我认为要对创业者大大鼓励 对吧 农民工大学生 所有开公司的人 那我讲一个例子 现在创业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公务员没错 考公务员挤过头啊 那女孩子你知道你是公务员啊 我都不打听你家事 你只要是公务员 我知道你喊老婆说 你到哪都跟着走 所以你看据说这几年 这个公务员恐怕要突破1000万 哇 大军呢 现在的我们这个整体 我昨天刚看了这个数字 我们现在这个公务员呢 根据这个今年3月份的一个数字 大概是700万到800万 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是就纯粹的编制内的公务员 然后如果加上事业单位 全都加进去的话呢 是4800万 这个4800万 他每年这个是 他的养老金这部分 是企业职工的平均的三倍 所以他每年大概要动用的资金 我觉得多的资金 起码在5000亿以上 你现在在香港啊 也知道公务员福利好 就是说 对 香港公务员福利非常 退退 香港才多少 一点点的公务员呢 是是 香港公务员多精干啊 精干现在还挑剔呢 说要减少呢 但是香港公务员确实是这个 薪酬高 确实也是薪酬高 他就要数百次 但我上次有一个朋友 从台湾回来 他跟我说 那个亲戚当时49年 有一大拨人到了台湾 他说他们台湾的高官 他有一个亲戚是 跑过去之后养老 他们看病的话 就是家里的孩子 当时他说 陪着这个亲戚 就去普通的病房 挂号 然后去看病 然后这个养老金 一点也没得多的 我说你们怎么 这么不尊重老同志啊 真是 我跟你说 你讲台湾正好讲着了 我今天还准备了 一个短片呢 我想给你介绍一个 我们的朋友 我们前一阵去台湾拍片子 就跟他聊天 他是个老风流 这个是姓关 我们都叫官阁 是个室内设计师 这个人呢 我感觉他这辈子 好像不务正业 没什么 就是吃喝玩乐 这一辈子 就是人无横产 没有房子 但是到了60多岁 在年纪的岁 到60多岁呢 突然他就 他说我有了一大笔退休金 我就决定我怎么办呢 正常有人有个房子要卖 我就买了个房子 所以他60多岁 他用他这个 买了个房子 我挺奇怪 我说这不符合咱们的观念 你这个老风流 你怎么就会有这么一笔钱 你听他说一说 咱们看看 很巧的那个人讲说 我那个仓库你要不要 我讲 是什么地方 我讲就在楼下 那我去看看 我讲 好好好 就要了 要了我就买了 然后把我的65岁 那个老保的退休金 360万台币 我就押进去了 就买了这个房子了 你这个退休金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做了 你缴税 劳保 就是你要付劳保金 这等于在台湾 你交了那么多年税 对 所以把最后你退休的时候 这不给你 对 那你也可以不拿 你是每个月拿利息 我想算了 我们买这个房子 那就把400万就丢进去了 我帮你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船长千年亮灶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降向典范 红花狼 你看我说不符合我的常识 一个人的风流快活 没什么正当职业 60多岁政府给他一笔钱 还有一笔400万 因为它是很好的一个退休金制度 那么像台湾的退休金制度 我相信是像欧美学的 欧美很简单 就是你的退休金 是根据你上交的个人所得税 对 来抵扣的 你过去收入高 上交的多 你退休后就多 而且好像跟什么单位不单位 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因为它是个人账号 对 你跟政府之 每个人都报个人所得税 每个人都要报 每个人都有个数字 也没有听说像美国什么州长 议员就退休金特别高 除非他本人就特别有钱 这和他的个人所得税 是一样的 可能还有一点点 你想当总统什么 才有一点点额外的 那个一百万美金等等 也不多的 所以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养老金 它是这个平均是三倍 我们的这个 如果是加上什么医疗 这一块 加起来医疗是普通人的 七到八倍 那当然这个中国是权力之外的利益的话 要远远大于那个数值上的数值 没错 那但是你说起来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确实体制没理损 确实还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 你想想看 我你跟公务员接触 他们也有一肚子的苦水 说你看我们 我们管的人 一年的 比如说基金经理 一年年薪高的一千万吧 对不对 我自己只有好的 也只有几十万块钱 我们薪酬那么低 我们这个还没有房子 就是如果说 不给你集资房 或者不给你那个房的话 你还没房子 说我们拿点养老金 怎么了 就是 就是为什么不能多拿一点 所以必须把这个体制里 所以就该你拿的 你就必须拿 不该你拿的 你一分也不多拿 所以我想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 假设从现在开始 你是公务员 对不对 从现在开始不准拿 但是我政府给你就这笔钱 我宁可把每年几千亿拿出来 说给公务员养老 我愿意 因为我看得清楚 你如果说这笔钱不拿出来 未来我谁知道 过十年 我是要交一万亿 还是两万亿 还是三万亿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 这太危险了 真是 像您刚才讲的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我们国家 现在感觉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 是 对 就有钱 但这个有钱怎么体现 你想我在香港 我觉得至今香港人 都对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港府动用外汇储备 对对对 对抗那个索罗斯 称颂不已 而且呢 你感觉就是沧海横流 港府出手 对吧 那个时候跟他对赌 但是对赌之后就赚了钱了 赚了钱之后 又是一种英雄般的还富于民 就是我们政府不留这个 哎 这要形象了 是啊 应该怎样 你看金融危机的时候 香港澳门都是个人都发放了几千块港币 发放 所以我感到就是说下一个阶段政府怎么样让利于民 怎么样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财富 怎么样鼓励创造财富 这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而不要让不做创造财富的人去拿不合理的收入 包括非法收入 但是您说啊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种啊就是顾虑重重谨小慎微的东西 就是说因为事关分配的东西啊 一旦一出一个什么政策 必定有一个不均呢 会不会他是怕引起一些不稳定 小事情也是大事情 我就跟你说 哦这个你如果医院里啊 去年他们那个医院里这个像浙江那些地方涨工资 一下子涨了这个涨了一半以上 我就知道完蛋了 肯定货币要发毛了 对不对 然后涨了之后 你这时候让他降下去 或者说人家涨了 你不涨 你信不信 他给你这个游行到地老天荒为止 所以因为你看 他就觉得心里不平衡 倒不是说我这个明天就买不起菜了 不是的 他说为什么你看隔壁医院长了 为什么我就我不长 这个说不过去 所以每年 你们发觉没有 就是每年的这个议案里边都有 说今年这个议案 要这个尊重知识分子 要尊重大学教授 要尊重什么什么 这个里面包括的一条就是 大学教授养老金 你也要给我提高 我提高不行 现在的教授也越来越不值得尊重 所以您想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不换寡 换不均均 改革了这么多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god 不吝点赞yas 你re害 Х 谢谢神奔 你 星奔 我 他